各位弟兄姊妹,線上的弟兄姊妹,早安 各位弟兄姊妹,線上的弟兄姊妹,早安 我们今天要来思想真言第八章 我们今天要来思想真言第八章 昨天是第七章,今天是第八章 昨天是第七章,今天是第八章 这两个并在一起,就有一种特别的味道 这两章拼在一起有一种特别的味道 昨天讲的是,你要远离淫妇 然后你才会有真智慧 昨天是讲到,要远离淫妇,你才会有真智慧 就是你要懂得躲 你要懂得躲避 你看到淫妇的时候 就是她在惨媚你的时候,你就要懂得离开 你见到淫妇在潜回你的时候,你要离开 你要选择离开 你要选择离开 然后你才会有智慧 那你才会有智慧 所以智慧是什么呢? 其实智慧是一个选择的 其实智慧是一个选择 第七章有讲到说远离淫妇 第七章讲到远离淫妇 然后把智慧当作你的姐妹,当作亲人 然后当智慧是你的姐妹,你的亲人 就是来到这一章,他继续把智慧用女性的方式来表达 来到这一章,继续智慧用女性的方式来表达 他这个名词是用一个阴性的名词 名词是用阴性的名词 那我选择远离淫妇 我选择远离淫妇 但是我很想得智慧 但是我很想得智慧 我除了远离淫妇,我还可以做什么? 我除了远离淫妇,我还可以做些什么? 这个我不要 这个我不要 这个我要 但是我到底要怎么挑呢? 那到底我要怎么挑选呢? 这是第八章要讲的 选择智慧有福生命 这个第八章讲到 选择智慧有福生命 第一段一到五节 第一段一到五节 我叫做智慧向世人呼召 智慧向世人呼召 智慧向世人呼召 第一节 智慧岂不呼召 聪明岂不发生 智慧岂不呼召 聪明岂不发声 就是你 你会觉得说 我好想要有智慧 对不对? 你会觉得我很想要智慧 然后就会想说 智慧是在哪里? 你就会想智慧在哪里呢? 其实智慧是很明显的 其实智慧很明显 因为他会叫你的 因为他会叫你 他叫你之后你要选他 他叫你之后你要选他 所以他是怎样? 他是公开的 他主动的 他是公开 他是主动的 第二节 他在道旁高处的顶上 在十字路口站立 第二节 他在道旁高处的顶上 在十字路口站立 就是 他是在一个很明显的地方 他是在一个很明显的地方 在高处你看得见? 在高处你看得见? 十字路口 人来 你到十字路口 你就会遇到他了 你在十字路口都会遇见他 你在城门口 城门旁 城门洞 你都会遇到他的 你在城门口 城门旁 城门洞 你都会遇见他 城门口就是要 一些长老在做决定 到底要 这个事要怎么办 那么他就需要 他就 那里就有智慧 城门口是一些长老 在那里做决定 这个应该怎样做呢? 那里就有智慧 所以不用担心 不用担心找不到 不用担心找不到 你一定看得到的 你一定看得见 因为他是公开的 因为他是公开的 淫妇呢就偷偷的 淫妇是偷偷的 淫妇是在黄昏 他是在晚上的时候 淫妇在黄昏 在晚上 他去找那个无知的少年人 他去找一个无知的少年人 淫妇是蹲在巷口 看哪一个比较呆 哪一个跟父亲的关系不好 找他 淫妇就是蹲在那个路口 看一看那个 跟父亲关系不好的 就去找他 那傻傻的这个少年人 就经过 然后就被他抓住了 傻傻的少年人 经过就被他抓住了 被主动拉住 就被他主动拉住 我记得我还读中学的时候 记得我读中学的时候 我有一次跟一个 就有个 总之我跟这个阿姨在逛街 我同一个阿姨在那儿 然后过马路 他就自动地就勾着我的手过 过马路的时候 他就押着我的手来过马路 女仔就会主动来拖你的手 好 一勾就 心里有种感觉 一勾的话 心里面就有感觉 那你是突然被怎么样 勾住的 因为你是突然被他勾住的 你是被动的 你是被动的 我不是说他们 我不是说那些阿姨不好 我的意思是说 这个 就是呢 其实呢 是 女人主动的时候 男人是有感觉的 不是说阿姨不好 是女人主动 男人有感觉 但是来到这个 所以 淫妇要抓你 你要逃啊 淫妇要抓你的时候 你要走了 但是来到 这一章讲智慧 它是公开的 你到这里 你各自卫是公开讲的 它是向世人 发出邀请的 它向世人发出邀请 而且这个邀请呢 是你一定看得起 还有第五节说 愚蒙人 你们要 你们要 慧悟灵明 愚媚人 你们当心里明白 第五节呢 就是愚蒙人 你们要回吴灵明 愚媚人 你们当心里明白 就是这个呼召呢 是包括 愚蒙人 愚媚人的 这个呼召呢 就包括愚蒙人 和愚媚人 所以等于它是向所有人 发出邀请的 就是说呢 它是向所有的人 发出邀请 所以你不会找不到的 所以你不会找不到的 这边我们有时候 真言看愚蒙人 愚媚人 看来看就差不多的 我们在真名讲到 愚蒙人 愚媚人 看来看去都差不多的 这里的愚蒙人 是那些叫做 单纯天真 这里的愚蒙人 就是单纯和天真 就是头脑简单 很容易被骗的 那个叫 在这里 就是这里的愚蒙人 头脑简单 很容易被骗的 就是这个所讲的愚蒙人 另外一个叫愚媚人 另外一个叫愚媚人 就是 自作聪明 然后骄傲固执的 就是自作聪明 骄傲固执 一个叫做 很容易被骗 一个叫做 很容易被骗 一个是 都不听别人讲的 一个就不听别人讲 一个是很容易受影响的 一个很容易受影响的 一个是很顽固的 另外一个很顽固 这个都是愚昧 这个都是愚媚 这些人也可以得智慧的 这些人都可以得智慧 就是智慧的邀请 是向世上所有的人的 智慧人的邀请 是向世上所有的人 所以我们需要回应 我们需要做选择 所以我们需要回应 我们需要做选择 那你可能会说 那智慧 讲完了 那智慧到底在哪里呢 讲完之后 智慧究竟在哪里呢 6到43节第二段 我们看到6到13节第二段 智慧伴随正直 真理公义 智慧伴随正直 公义 还有真理 还有真理 第六节 你们当听 因我要说几美的话 我张嘴要论正直的事 你们当听 因为我张嘴要论正直的话 我的口要 对 继续 我的口要发出真理 我的嘴争无邪恶 就是你口出来讲的是什么 智慧的口出来 他讲的是正直 你的口出来是讲什么 智慧的口出来讲的是正直 第七节他讲出来是真理 第七节讲出来他是真理 第八节讲出来的是公义 第八节讲的是公义 我们有时候读真理公义 也会觉得差不多的 我们有时读真理公义觉得差不多 真理比较是概念上的 公义比较是实际运作的 真理比较是概念的 公义是实在的运作 就是真理实行出来就是公义了 真理实行出来就是公义 所以可是你怎么去选对真理 你怎么去做一个对的回应 这个其实就是智慧了 怎么去选对公义 是做一个回应 这个其实就是一个真理 就是这样做比较公义 这样做比较正直 这样做比较公义 另外这样做又比较正直 还是那样做比较正直 还是那样做会比较正直 这样做比较光明 这样做比较光明 这样做大家就比较没有问题 另外这样做大家就觉得没什么问题 这里面就有智慧运行在里面 这里有智慧运行在里面 所以我们怎么去选择智慧呢 所以我们怎么去选择智慧呢 就是第二段讲的 智慧伴随正直真理公义 就是第二段讲的智慧伴随正直真理公义 所以我们在找的时候呢 就要去找 找这个 就是往这方面去找 就会找到了 所以我们要往这方面去找 你一定会找得到 这样找的时候 你就觉得好像可以找到 又好像不太踏实 这样你去找 你觉得好像找得到 又觉得好像不是很踏实 第七节 我的口要发出真理 我的嘴正物邪恶 第七节 我的口要发出真理 我的嘴争无邪恶 一方面我们要选真理 一方面我们要选真理 一方面我们要讨厌这个邪恶 另一方面我们要讨厌这个邪恶 第八节 一方面我们选公义 第八节 一方面我们选公义 一方面我们要讨厌那些弯弯曲曲的 另一方面我们要讨厌那些弯弯曲曲的 就是我要选正直 我就知道我要拒绝弯曲 就是我们选这个正直 我就要去拒绝这个弯曲 所以这里的这个智慧呢 它比较是一个道德感 智慧比较是一个道德感 我们想的智慧都是怎么样 做出好的回应嘛 对不对 我们所想的智慧就觉得 怎么去做出一个好的回应 这些应该是怎么做的 这些应该怎么去做 我们就想啊想啊 我们会想很多的方法 我们在这儿想想到很多方法 但是这边讲的智慧 它是跟道德是有关的 这里讲的智慧和道德有关 弯曲的不要 弯曲的不要 邪恶的不要 邪恶的都不要 你这个不要了 你就知道你要什么 这个你不要你就知道你要什么 这一路下来的概念都是这样的 一直下来的概念都是这样的 来到十三节 我们来到十三节 敬畏耶和华在乎恨恶邪恶 那骄傲狂妄并恶道 以及乖妙的口都为我所恨恶 敬畏耶和华在乎真乎恶度 那骄傲穷妄并恶度 以及规模的口都为我所恨恨恶 我们就说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 我们讲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 那我要有智慧我就要敬畏耶和华 那我要有智慧我就要敬畏耶和华 好像知道又好像不知道 好像知道又好像不知道 到底怎么叫做敬畏神呢 到底什么叫敬畏神 其实神他就是 耶稣是道路真理生命嘛 耶稣是道路真理生命 就是像耶稣的 那就是要靠近他 似耶稣要靠近他 我们要像他 我们要似他 我们要敬畏他 我们要敬畏他 好像明白 好像明白 你要更明白呢 就是反过来你要很讨厌 你要更加明白 反过来你要很讨厌 你说我知道 这个骄傲也是不太好了 我知道骄傲都不是那么好 我也知道觉得 其实嘴巴不要随便乱讲话 我也知道嘴巴不要乱讲话 这样就不够敬畏神 这样不够敬畏神 因为这个骄傲难免的嘛 对不对 骄傲难免的是不是 谁不骄傲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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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讲好像也对 这样讲好像有 但是你开始合理化自己 就有很大的问题了 如果你开始合理化自己 就有问题了 因为敬畏耶和华 它有一个彰显 就是我恨恶这些事 敬畏耶和华有一个彰显 就是我恨恶这些事 如果我是很恨恶骄傲的话 我有多恨恶我就有多敬畏 如果我是恨恶这个骄傲的话 我有多恨恶我就有多敬畏 我有多恨恶那个狂妄 我有多恨恶那个狂妄 不是说这个狂妄也不太好 你会觉得狂妄也不太好 这样子你对神也是一般一般的 如果是这样 你对神也是一般一般的 就是你知道神是恨恶这些事的 你知道神是恨恶这些事的 那么我们要恨神所恨的 我们要恨神所恨的 我们要喜欢神所行的 我们要喜欢神所行的 所以不是只是一方面挑这边的 这一边没有感觉 那是不可能的 你选正直 你一定恨恶弯曲的 你选正直 一定恨恶弯曲的 你选择敬畏神 你一定恨恶骄傲的 你选择敬畏神 你一定恨恶骄傲的 所以智慧他公开邀请 但是你要做决定 智慧公开邀请你要做决定 第二段讲的就是 关乎真理的 公义的 正直的 你要选他 第二段就讲到 关乎正直的 真理的 公义的 你要选他 第三段 第十四到二十一节 智慧是权柄尊荣财富的根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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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十五节 帝王借我作国位 我们看第十五节 帝王借我作国位 所以所罗门王刚上位的时候 他就跟神求智慧 所罗门刚上位的时候 然后他向神求智慧 他知道国要立稳 公义很重要 国要立稳 公义很重要 他知道这个爸爸大卫不太公义 所以后来哥哥压沙龙起来造反 所以后来哥哥压沙龙起来造反 有好几个孩子 好几个哥哥都起来造反 很多个哥哥都起来造反 公义很重要 公义很重要 但是你不懂得做决定 但是你不懂得做决定 所以所罗门王 他就位之后 他跟神求智慧 所以所罗门就位的时候 他就向神来求智慧 因为有智慧才有公义 有公义才有权柄 有智慧就有公义 有公义就有权柄 然后这个十六节 就可以王子首领借我掌权 就是王子和首领借我掌权 所以第十七节 爱我的我也爱他 恳切寻求我的必寻得见 十七节 爱我的我也爱他 狠切尋求我的必尋得见 这个经文好像会有一点误导 这个经文好像有些会误导 就是好像智慧是很难找的 好像智慧很难找 你只要好好找的话 你就一定 黄天不负苦心人 你会找得到的 你好好地去找 黄天不负有心人 你一定找得到 不是这样的 不是这样的 他是公开的呼叫的 他是公开的呼叫 是他在 他叫你选我 选我 他在跟你说选我 所以重点是你要愿意选 重点是你愿意去找 你愿意选择 你愿意去选择 你选择他 你是有得选的 你是有得选的 然后他要你爱他 他要你去爱他 他本来已经就爱我们了 他本来就是爱我们了 耶稣本来就爱我们 现在是看你要不要爱他而已 耶稣本来就是爱我们 现在是看你爱不爱他 所以是主动权在我们身上 主动权在我们身上 不难找的 他不能找的 你肯去选他 他一定会让你看见的 你愿意去选他的时候 他一定会让你负责 然后十八节讲到 丰富尊荣在我 然后讲到 他的智慧的果实胜过黄金 讲到智慧的果实胜过黄金 然后可以承受货财 可以承受货财 所以我们 我们都很想有权柄 我们很想有尊荣 很想有财富 我们很想有权柄 尊荣财富 他的根基是智慧 他的根基是智慧 没有信主人 他也会去追求财富的 没有信主的人 都会追求财富 不然他就是追求 就是很有名 要是他就追求名声 很有名 甚至他就会 想追求很有权 或者追求很有权 其实就是这边讲的 其实就是这里所讲的 权柄尊荣财富 权柄尊荣耀财富 这些 我们有些人可能会得到 我们有些人可能会得到 但是我们会没有那个根基 但是我们就没有那个根基 就是我们没有智慧去驾驭他 我们没有智慧来到驾驭他 所以他反而会伤害我们 反而他会伤害我们 台湾这几年都有一些企业家 都是很有名的 很有钱的 台湾这几年 有些企业家很有钱 他们都会说 我所有的钱我不给孩子的 他们会说 我所有的钱不给子女 全部就奉献出去的 全部奉献出去 不晓得他孩子有什么感想 不知道做他孩子有什么感想 其实国外也有一些 亿万富翁他们也是做这样的决定 国外也有一些亿万富翁 都会做这样的决定 我觉得这些有财富人 他明白财富的威力 这些有财富的人 他明白财富的威力 所以他觉得我这些给你 会把你一生毁了 他知道我这些给你 会毁了你一生 因为你没有那个智慧去处理 因为你没有智慧来处理 前一阵子在看到一个香港的新闻 我觉得也蛮特别的 前一阵子看到香港 有一个很特别的新闻 就是香港以前有个很有名 很胖的女性叫沈殿霞 以前有一个很肥的女性 叫沈殿霞 那她也是很多钱 她都很多钱 我印象中她是说 她的女儿好像要35岁 才可以拿到这笔钱 我的印象就说到 她的女儿要35岁 才可以得到这笔钱 那这个新闻就说 她虽然得到这笔钱 但是她也靠自己双手 她也拥有很多这样子 虽然她得到这笔钱 但她靠她双手都拥有很多 这个我觉得她的 她的妈妈是有 就是我觉得沈殿霞 她是有 在这个点上是有智慧的 我觉得沈殿霞在这一点 她是有智慧的 但是是不是最有智慧 我也不知道 但是是不是最有智慧 我也不知道 是不是一毛钱不给孩子 比较有智慧 我也不太清楚 是不是一毛钱 都不给孩子 比较有智慧 我也不清楚 那我到底要做哪一种人的孩子呢 我到底要做哪一种人的子女 因为这个眼光不一样 因为眼光不一样 所以这里讲的就是那个财富的根基 这里讲到财富的根基 或者是说这个权柄的根基 或者讲到权柄的根基 就是很多人真的你就看到她 升上去之后她就败坏了 你会见到很多人升上去的时候 开始败坏 其实我们如果看《猎王记》 就知道网友好下场的好像蛮少的 我们见到《猎王记》 有好下场的就不多 在韩国呢 你做到总统不被关起来的也很少的 在韩国做到总统不入这个坐监都很少 现在马来西亚也是一样的嘛 马来西亚都是这样 很多地方的国家总理都是这样的 很多国家的总理都是这样 就是你得到这个权了 就是你得到这个权 但是你没有能力去做正确的判断 但是你没有能力去做正确的判断 你一做错判断 最后就把你抓起来了 你一做错判断就被抓了 所以这边讲到就是说 智慧是权柄尊荣财富的根基 所以讲到智慧是权柄尊荣的根基 财富的根基 第四段22到31节 第四段22到31节 智慧能创造一切 智慧能够创造一切 它是一个创造力 它是一个创造力 这一段当然它讲很清楚的 可以看见它是在预表耶稣 这里很清楚讲到它是预表耶稣 22节在耶稣造化的起头 在太初创造万物之间就有了我 22节在耶和或造化的起头 在太初创造万物之先就有了我 就是道与神同在 就是道与神同在 就是然后这个在太初的时候 耶稣就在了 然后他就创造了这一切的万有 在太初的时候耶稣已经在了 所以就创造了一切的万有 所以他是可以创造一切的 所以他是可以创造一切的 等于是说智慧他可以无中生有 等于说智慧无中生有 前一阵子我讲到这里呢 就想到我前一阵子看到的一段影片 前一阵子我读到这里的时候 我前一阵子就看到一个影片 就是我们常觉得那个有钱人 他就是运气好嘛 对不对 我们常觉得有钱人运气好 那么他们这个节目就是 找那些很有钱的 把他丢到一个穷乡僻壤 看他怎么样变成有钱啊 就是一个节目呢 将那些有钱人呢 向一些的狂乡僻壤 看看他怎么样变为有钱 就是你可能只有一台破破的车子 然后你可能只有一百块 然后看你怎么样一个月变成一百万这样子 就是你有一辆难的车一百万 然后一个月里面你成为一个有钱人 然后就开始派他怎么样去弄这些钱啊 然后开始怕他怎么样来处理这些钱 有一些就可以达到 有些人真的达到 但是没有达到的其实都有 都有达到百分之七八十啊 达不到的都达到百分之七十八十 就是这个有钱人真的是蛮会赚钱的 有钱人就真的懂得赚钱了 就是他懂啊 他就是懂 他就是什么都没有 可是他就懂得把这些都变化出来 什么都没有 但他可以将有的变化出来 拥有财富智慧的人他们是这样的 拥有财富智慧的人就是这样的 那我们这边讲的智慧呢 就是其实呢 在这个世界完全没有的时候呢 是智慧把这一切都变出来的 智慧在这个世界全部都没有的时候 就是智慧将一切变出来 所以有智慧的时候呢 你就可以创造一切 有智慧的时候你可以创造一切 好 再来 三十二到三十六节 三十二到三十六节 听从谨守有福有福 听从谨守有福有福 三十二节 众子现在要听从我 因为谨守我道的变为有福 众子现在要听从我 因为谨守我道的变为有福 这里的听从就是顺服 这里的听从就是顺服 你要顺服教导 你要顺服教导 这个听从就是这个神秘记说 以色列你要听那个shama 就是你要 你不只听见 而且你要跟上去 这个新闻记讲到 你要听那个shama 你不单止听见 而且要跟上去 然后呢要谨守我道 然后呢要谨守我道 就是昨天讲的那个遵守 就是昨天所讲的遵守 就是修理看守伊甸园的看守 就是修理看守伊甸园的看守 就是我不只要行出这个教训 而且我是要常常去护卫他 我不单止要行出这个教训 而且要常常去护卫他 就是不要让他不见了 不要令他不见了 32跟33的意思是一样的 跟34 32跟34的意思是一样的 因为这个听从就是 32节的听从 因为这个听从就是 32节的听从 在我门框旁边等候 这个等候就是警守 在我的门框旁边等候 这个等候就是遵守 其实就是 你要听从 而且要护卫他 就是你要听从 你要护卫他 这样就会有福了 这样就会有福了 所以最后两节是总结 最后的两节是总结 就是你要找到智慧 你要找到智慧 你找到智慧 你就有生命了 你找到智慧 你就有生命 你就会有福的生命 你就会入位有福的生命 当你不走智慧这条路 当你不走智慧这条路 当你不走公义正直真理的时候 那么你其实就会进入死亡 其实你就会进入死亡 所以在这里讲的 这个智慧是什么呢 这里讲的智慧是什么 要受教 要受教 受教 受教 就是人家讲的 我们要听 就是人家讲的 我们要听 不是说我知道 不是说我知道 不是这样 这个我 这个我 这个我以前就听过了 这个我之前就听过了 我知道 我知道 你要说我做了 你要说我做了 跟你说 你想要变瘦 你就 饭量要吃少一点 跟你说你想变瘦 吃少一点饭 食量是很重要的 食量很重要 你说我知道 你就说我知道 我早就知道了 我一早就知道了 我80公斤的时候 人家就告诉我了 80公斤的时候 人家告诉我了 没有用 没有用的 听从 听从 听了 是这样啊 听完之后 原来是这样啊 我就去做了 我就去做了 然后我常常 不要让这句话 从我生命当中离开 不要你经常 让这句话 由你身边 行开了 最近呢 我们 同工团队啊 就是 大家都觉得要运动 最近呢 同工团队 觉得要运动 然后就要 互相勉励 每天要走 一万步 互相勉励 大家呢 每天走 一万步 就很认真走哦 大家好认真地走 甚至没有走 他也这样很 非常的用力 然后他的 这个 这个 手机的计算步数 就会增加 就算呢 你没有走 都这样很用力 然后呢 你的手机 那个的 步数 就会增加了 那他们也都做 他们也都做到了 他们也都做到 就是达到一万步的目标 就是达到一万步的目标 但我想他们应该 撑不了太久的 我就觉得他们 撑不了多久了 因为那个是 都应出来的 因为那个 是都应出来的 智慧是我们的姐妹 智慧是我们的姐妹 是我们的亲人 是我们的亲人 他是在你手指间的 他是这个手指间 如果你 你这辈子都 打算 不走路 然后也在这边 动来动去的 我就觉得你 这个是你的生命 如果你这一生 都不打算 走路 而是在那里 这样移动 只是这个是你的生命 就是你是不会撑很久的 你就没办法去撑很久的 我们听了 然后我们要进去 我们听完之后要进去 然后实行出来 然后实行出来 然后护卫他 然后护卫他 这是受教 这个就是受教 一个是受教 一个是受教 刚刚前面讲的 你要有一个道德感 前面讲到 你要有一个道德感 骄傲的不要 骄傲的不要 弯曲的不要 弯曲的不要 狂妄的不要 狂妄的不要 根本我就很讨厌 根本我就很讨厌 这样子我们就靠近智慧了 这样你就靠近智慧 我们求神帮助我们 求神帮助我们 敬拜我们的神 我们敬拜我们的神 让我们一起站立 我们一起来赞美我们的神 在创造天地之前 神早已经存在 我们一起来赞美 哈利路亚 当中山东海会被成造直线 这地和世界还未开始一切 你造你存在 永远存在 金鱼同在 我们还未出生到这世上 直到我们闭上眼睛的时刻 你一直都在 以后永远存在 直到完蛋 直到 involves 呢 有 jaw 亮 有 jaw 对 아아 你一直都在 啊 欸 我 我 只會被塵造造直線 這地和世界還未開始以前 你當已存在 永遠存在 今日同在 從我們還未出生到這世上 直到我們閉上眼睛的時刻 你一直都在 以後永在 直到完蛋 從恨苦一直到永遠 昨日今日都不改變 你是我的主 你是我的神 從恨苦一直到永遠 昨日今日都不改變 你是好浪漫和歐美感 你當中山 你當中山還未被塵造造直線 這地和世界還未開始以前 你當已存在 永遠存在 今日同在 從我還未被塵造造直線 直到我們閉上眼睛的時刻 你一直都在 以後永在 直到完蛋 從恨苦一直到永遠 昨日今日都不改變 你是我的主 你是我的神 你是我的主 你是我的神 從恨苦一直到永遠 昨日今日都不改變 你是阿拉伯和歐美感 從恨苦一直到永遠 昨日今日都不改變 你是我的主 你是我的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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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恨苦一直到永遠 昨日今日都不改變 你是阿拉伯和歐美感 你當中山還未被塵造造直線 從恨苦一直到永遠 昨日今日都不改變 你是我的主 你是我的神 从甘苦一直到永远 昨日今日永不改变 你是阿伦马和Omega 从甘苦一直到永远 昨日今日永不改变 你是我的主 你是我的神 从甘苦一直到永远 昨日今日永不改变 你是阿伦马和Omega 从甘苦一直到永远 昨日今日永不改变 你是我的主 你是我的神 从甘苦一直到永远 昨日今日永不改变 你是阿伦马和Omega 你是阿伦马和Omega 耶稣我们多谢你赞美你 耶稣我们多谢你 因为你是紧顾到永远的神 我们多谢你让我们透过圣经的话语 我们更深的认识你 主要你来帮助我们 让我们透过针研 在第八章的当中 我们来得着这份的智慧 我们来拥抱神你的话语 让我们的生命到老都不偏离 耶稣我们赞美你 经文说 敬畏耶和华在乎恨恶邪恶 光明和黑暗不能同富于恶 是不是在我们的生命里面 我们真的有那一份恨恶罪恶的心智呢 我邀请弟兄姐妹 我们安静地坐下 把手放在心上 我们说我们要 我们要智慧 我们要尊荣 我们要权柄 我们期待一个丰盛的生命 但是我们真的恨恶罪恶吗 我们愿意和那个邪恶 划清界限嘛 还是在我们的心里面 我们常常就愿意成为那个渔蒙人 我们只是很单纯 很天真 但是失去那个判断 在我们的听里面 我们没有一个正确的选择 我们没有一个顺服的选择 又或者我们常常是那个愚昧人 我们喜欢自作聪明 我们骄傲 我们甚至顽固不听 我们容许自己弯曲 我们不愿意去面对 还是紧紧地保留那一个自我 不让别人碰 不让别人去撕裂 我们不让别人去面对 主要真是求你赏免我们 自为当你在街道呼叫的时候 我们如梦 我们如梅 我们心里面很天真 很容易受骗 我们又会自以为聪明 我们还紧半翼 我们还顾 我们硬着颈项 主要真是求你赏免我们 当你不断呼叫我们的时候 我们还猛然不知 我们不知道发生什么事 我们完全不知道什么情况 我们是愚昧 当你呼叫我们的时候 我们以为我知道了 我知道了 这件事我早就知道了 但其实我们自以为聪明 我们没有好好去听 主要求你真是帮助我们 你开我们的耳朵 让我们真是动得去回应你 当你在路口呼叫我们的时候 我们懂得去回应你 我们真是对你的声音敏锐 我们真是能够听到 去听见 去回应你对我们的呼叫 主要求你开我们的耳朵 开我们的心 让我们蒙蔽的心 重新去打开 让我们的石心变成欲心 主要求你帮助我们 主要求你施恩念吻 天父爸爸求你去赦免我们 我们很多时候 我们都做了很多愚昧的行为 我们无知 我们自以为聪明 甚至乎我们固执 别人跟我们说的话 我们都听不入 我们都知道 我们都有我们的经验 为什么你经常都跟我说 主要我们心里烦焰 我们烦焰权柄的话 我们烦焰夫妻丈夫的话 烦焰祖长的话 主要你赦免我们 我们不要再在愚昧的当中 主要你来帮助我们 我们很想去寻求这个智慧 我们很想去学慕这个智慧 智慧原来已经在街道的当中 智慧原来已经在我们生命的里面 当我们学慕的时候 智慧就临到我们的生命里面 主要我们需要你 主要我们需要你 弟兄姊妹我们一起的站立 我们去告诉神之主 主要我们就是需要这份智慧 更多的学慕 更多的学慕 主要你的灵力囂观在我们的里面 你就在大街 你就在小学 你就在城中的当中 神啊更多的来充满我们 更多的学慕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们看目的智慧 看護祢的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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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護祢的公義 看護祢的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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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渴望你的公义 渴望你的智慧 渴望你的公义 最后我们学慕你的正直公义 因为这个就是智慧 今天我们听到智慧就是受教 听着去做 并且可以持续去做 现场的弟兄姊妹 善上的弟兄姊妹 我们能够跟神徒 甚至回到电的里面去神徒 可能我们不会觉得我们是狂妄的人 不会觉得自己是骄傲自大 很邪恶的人 但是你是否一个能听的人呢 你是否一个听了可以去做的人呢 我们的配偶 我们的家人 跟我们讲一些问题 甚至重复讲很多很多次了 连你自己都想改 但是始终好像听了做不到 我们今天要在神的面前纳字 要在神的面前纳字 不是上纳字 是纳一个长字 主要我要改 你家人陪我跟你说什么 注重健康 喝多点水 做多点运动 不要吃烟 不要上网 不要追那么多剧 不要常常看实事 去追这些新闻 要你尋求神 要你和人建立关系 是不是你呢 我们开声祈祷 我们开声祈祷 神祢是帮助我们 我们身边的人眼睛雪亮 提醒我们的东西 连我自己都想改 但是我改不了 但是今天我听到了 智慧就是受价 就是听 就是去做 变成持续去做 我们一起开口祈祷 求神祢帮助我们 祝我们向你立志 主要我们承认 我们听了就当做了 主要我们里面 都是一种环境的叛逆 但是今天我们站立在你的面前 我们一起恳求 圣灵来帮助我们 我们就要向你立志 我们一切的环境 我们一切的不听 甚至我们想改的漏杂 从今天开始 我们要听了就要去做 主要帮助我们 注重身体的健康 主要我们这个 走一万步不是一个 doing来的 是我们的生命来的 主要帮助我们 是要看重我们的身体健康 不是三分钟热度 主要给我们多点的饮水 我们要早点的睡觉 我们不要看那么多的手机 从一切的隐蔽里面 我们今天向你立志 我们全然的宣告 我们听并且有行动来回应你 哈利路亚 祝我可目的 寻求你 寻求你 富士求你再来充满我 祝我可目的 寻求你 富士求你再来充满我 祝我可目的 寻求你 富士求你再来充满我 我们想要求你 寻求你再来充满我 我们想要入命里面 唯有生命才可以来帮助我们 有事就可有 祝我可目的 有事就可有 祝我可目的 有事就可有 祝我可目的 祝我可目的 寻求你 寻求你再来充满我 祝我可目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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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寻求你再来充满我 我要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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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寻求你再来充满我 我要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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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听 寻求你再来充满我 祝我感谢你 我们都成为能听 听了去做的人 我们都求你来祝福我们身处的地方 我们现场的弟兄姊妹 为了举手 为了香港来祷告 为香港成为一个正直公义 行神道路的地方 善上的弟兄姊妹 你都为到你身处的地方去祷告 祝福我们的政府 祝福我们的掌权人 行公义好联敏 全天卑的心与神同行 都在神的智慧当中 我们一起开心去祷告 祈祿我们多谢你 赞美你 当我们举手为我们的香港 为我们的职场来祷告的时候 你就让智慧进度 在不同的地方当中 神啊你就来兴起我们每一个 你兴起我们每一个的弟兄姊妹 我们就是要来宣讲神你的话语 我们就是要来行神你的道路 别人在我们生命的里面 他们就是见到 我们满有从神以来的智慧 耶稣你帮助我们 透过我们的生命 我们能够将福音传开祂 我们能够去告诉大家 耶稣基督是唯一的救主 耶稣我们多谢你赞美你 我们一起举起手领受祝福 我奉耶稣基督 祝福你的灵 大大运行在每个弟兄姊妹 在线上的弟兄姊妹里面 祝福你让我们有一个敬畏耶和华的心 并且有一个敏锐智慧的灵 祝福你 你大大的赐福给我们 祝福让我们是听从 祝福你并且紧守神的话 耶稣你智慧的心充满我们每一个 并且我们的后代 主我们多谢赞美你 通告奉主名求 阿们 感谢主很丰富的神童 我们可以去吃早餐